历史上的辽国和金国,是如今我国的哪些省份,你知道吗?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 宋朝,这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的朝代,其光辉之处不在于版图的辽阔,反而在于文化和经济的强盛,纵观整个宋朝,又可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 其实,朝廷更注重文化的发扬光大,武力倒是暂时制之次要,造就了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进步,然而,这也导致了国土不断受到外敌的思念。 例如,在北宋时期,辽国和金国的入侵就给宋朝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我们在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中,都可以看到这段历史的影子。 这两个曾经势力盛大的国家,辽国和金国,如果我们今天要在地图上找寻他们的踪迹,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东北为中心的大朝代,它的疆域包括现在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的东部。 辽国建立于公元907年,灭亡于公元1125年,拥有一段光辉的历史。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的大一统国家。 辽国既有自身的文化,也有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的特点,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 今天,辽国的位置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这些地区具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资源,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场所。 在东北三省,长白山,长春,沈阳,大连,安山等地都有辽国留下的文化遗迹和历史建筑。 比如,大连的金石滩国家海岸森林公园内就有辽国时期的倭寇料望塔,辽领义遗址和辽带牧群等文化遗产。 在内蒙古,熬汉旗的耶鲁古镇,还有呼和浩特的中华文明遗址公园等,也是辽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址。 金国成功灭掉了北宋和辽国,人们自然会想,金国的疆域是不是占据了整个中国地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金国毕竟是由永牧民族创建的国家,如果疆域过大,他们也无法有效管理。 在如今的地图上,金国的故土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具体包括河北省,山东省,河南北部,陕西北部,以及江苏省的北方地区。 另一方面,金国的版图并不只局限在华北。 它的疆域更是伸展到了今天的朝鲜北部城市,甚至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地区。 因此,金国的版图实际上相当巨大,大约达到了300多万平方千米。 当我们在去探究辽国的版图时,会发现其在鼎盛时期的版图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这里并不提及金国灭辽后,一部分契丹族人所建立的西辽,只关注灭国前的大辽。 公元1115年,女真族人完颜阿古达统一女真诸部,举兵反抗辽国,再攻占了惠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附近,后,便建立国家。 并国号,大金。 关于大金国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有种说法是完颜阿古达,在建国时,曾说,辽以冰铁。 在契丹与中辽有冰铁的意思,为国号,取得士气坚饮,但冰铁虽坚,中义变坏,为金不变不坏。 意思是说,辽国以冰铁为国号,是因为冰铁很坚硬,但冰铁在坚硬也有损坏的时候,只有金是不会变坏的。 所以,完颜阿古达便以金为国号。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名称来源,这里不一一赘述,金国因为是在辽国的土地上建立而来。 所以,他的疆域一样很辽阔,特别是在灭掉北宋后,金国的面积达到了巅峰。 其东到日本海,南以秦岭淮河为戒和南宋化江而至,西与西夏毗林,并以大三关为戒,为火炉火团谋克地区,西到河套地区。 如果以现代省份来划分的话,其东面包括了东三省,以及现在朝鲜的部分领土,与日本海相邻,做到了打通东三省出海口的壮举。 北面,则是包括外东北全部地区,并且还包括现在俄罗斯外新安岭部分地区,以及南波罗达河上游一带,还有库叶岛。 达到了北极圈,南面则是秦岭淮河以北皆是金朝领土,包含山东省,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河北全省, 河南省部分地区以及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西面则是一直到宝基市,西北面则是内蒙古部分地区,以及少部分外蒙古国地区。 虽然面积依旧很广,但其实相比于辽国是要差一些的。 主要是西面和西北面,西夏和诸多其他不足崛起,占领了不少辽国的领土。 辽金两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影响深远。 至今仍然对中国东北及其他地区产生着深刻影响,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份以及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辽金时期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通过了解辽金两国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哪些省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中国悠久历史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所创造的独特文化遗产。 在辽金两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主目的成就。 成为辽金时期的璀璨明星,耶律阿宝基,辽国的开国皇帝、契丹族领袖,他通过改革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使辽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东北亚的强大政权。 照够,南宋的开国皇帝,他在经朝侵略南宋的艰难时刻,坚决抵抗精兵,保卫国土,为南宋的发展和民族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 完颜阿古打,经国的开国皇帝,他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经朝政权,推动了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耶律大使,辽国著名军事将领。 他在辽朝与北宋的战争中屡见战功,巩固了辽国的国防力量,为辽国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国的张姿,经朝著名文学家、官员,他在经朝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经朝文人默克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辽金两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许多古迹经过保护和修复,成为各地旅游圣地,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上京遗址,位于京辽宁省辽阳市,是辽朝的政治中心,遗址内保留有辽朝宫殿、城墙等建筑遗迹。 是研究辽朝历史的重要遗址之一。 辽宁省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馆内收藏了大量辽金时期的文物,如辽戴青铜器、陶器、金银器等,反映了辽金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北宋为赵匡印建立,在历史上北宋与辽国是死对头,而赵匡印作为一代君主,非常尊崇文人,他坚持以文治国,崇尚儒学,但过度的众文轻武为国家埋下隐患,导致北宋后来长期激弱。 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在北宋时期传扬下来的。 济阳夜死后,他的儿孙继续为保卫北宋而战。 后来全家成为抗梁名将。 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都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北宋的都城汴梁,经河南开封,古时叫做东京,热闹繁华,商铺伶俐,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就是以这个时候为背景完成的。 他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堪称中国绘画史的骄傲。 而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也是这段时期出现的人物。 包青天原名包拯,卢州合肥人。 他断案如神,铁面无私,在京城经河南开封担任之府,任职期间,此前曾担任使臣出使辽国。 被辽国官员讥讽,他巧妙辩驳,让对方哑口无言。 他还担任过剑官,即直接指出君主的过失,并劝其改正。 当时的人宗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采纳了包拯的很多剑言。 包拯的清官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到包青天可谓无人不知,家喻户晓,很多文人默克都写下了许多诗歌来赞美他。 除此以外,还有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 如今被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被认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在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宋辽金不管是哪一国,在我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的来说,辽国和北宋灭于金国,金国的领土最大,但对社会文明贡献最大的还是北宋。 俗话说弱肉强食,从古至今都是适者生存,强者为大。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用两起超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请不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